今天整個上半場的命中率太低了 所以造成大量的失蹤 然後到下半場一路在追趕追得很辛苦 當然到最後面有機會可以趕回來 可是有幾個球 因為球員的調整體力上面可能也沒有做得很理想 所以導致最後那幾個球的失誤 所以造成本來可以改變局面 所以造成最後的疏求的狀況 那請你加入會長比大大感興趣嗎 那今天就還蠻可惜的 我們上半場大概在投感覺 可是大家又繼續投外線方面做一些比較多的感覺 下半場我們做了一些感覺比較好 然後大家也都就是 慌張 然後一路重新來過 那下半場都打了 那又能夠等到尾聲製造更新 那我們現在怎麼會呢 那一場就學會很好 很可惜 那下半場大家都調整 就調整回來比較好 那我跟教練講差不多 那下一場我們可以進去 因為我比較敢用一些的人 還是要跟他們面接壓力 並不是說有合約就可以 比較鬆一點 或是比較無所謂 比方說這樣子 那分數引起的動作下 我們會用月靈晶的上去 分數引起 然後 戰績壓力也能夠大的時候 我會盡量的 像我今天就犧牲了兩個 老將 李峰隆跟月靖 讓我們 李峰隆跟月靖 要好好選擇一個比賽 因為李峰隆跟月靖 明天對台灣大 賽事比較大的狀況 我們也會 有一些戰術上的跑 讓他們接一些抽籤 所以還是要提醒 明星球人要隨時做好運 並不是 常常說 明星球一直看了這一季 又看一季 還是在這一季 還是他一直在這一季 永遠都是沒有機會上去 明星球很開心 然後是 明星球很開心 比賽 今天比賽感覺還不錯 我希望 就是可以直接去下去 然後 防守選舉 還有發生 沒有 我有想法 明星球 反正是外面當中的頭髮 所以是 明星球 明星球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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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努力的在打黑場球 所以如果我們那組的勢氣不要散掉的話 就是我們打完後的勢力還是不要緊 我們有身高優勢的 然後只打內線 但是效果不前置 效果不前置 然後對方剛好 因為我們內線打不開的時候 對方的外線面上又好癌 反而造成我們很多 就是被切入跟補防的壓力 那一來一往 像球本來我們認為是在高度上的戰鬥 但是運運並沒有 甚至在內線或者比較多的 就是能動或者是到半分 那造成 反而造成發生的漏洞 簡單來的就是這樣 一告一告 那第二點就是 台英我覺得他們 就是 然後這個勢氣跟 就是 確定的成果 那我想我們還是跟昨天講 球隊的默契跟比賽的強度還很高 所以回去還是要繼續的 監討對這支 對 今天 運營的真的 我感到幸福了 其實真正 我更高興的是 我看到他們 回來的 他們贏的是 輸贏之外 另外一種感動 另外一種 精神 因為這支可能在球隊裡面 沒有發生 對他們 我只能說 我感謝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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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也跟他們一起打 能全對我們上架 鬥衷 鬥衷 這個精神 就是我們的改動 今天來講 今天整個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只想拿下這一生 所以我 在這兩場的 在成為第一 比較保守 因為但是 我也很了解 我們球的問題 在連續兩場 什麼感覺